今天您将收看的是 在世界各地举办过70多场个人展览后 当代艺术家哈维尔·沃尔斯基的中国首展 Numa 契雨林在上海刘海素美术馆展出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您先看到的是今晚我们品化 最近有一个叫契雨林 哈维尔·沃尔斯基的展览 在上海刘海素美术馆进行展出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在节目的现场 请到了两位重要的嘉宾 一位就是这个展览的艺术家本人 哈维尔·沃尔斯基先生 还有一位就是刘海素美术馆的馆长 朱刚先生 我们共同来分享 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展览 两位好 你好 在世界各地举办过70多场个人展览后 当代艺术家哈维尔·沃尔斯基的 中国首展 Numa 契雨林 在上海刘海素美术馆展出 现丝 纸张和油墨等多种材料混合在一起 被艺术家融合出一种微妙的力量 以此来唤醒人们内心最深处的共鸣 我们知道这是艺术家第一次到中国来举办这样的展览 在中国办展览的感受是什么 另外在这次的展览当中 整个展览你最想向中国观众推荐的一件作品都是什么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 我非常感谢 我感谢这个兴奋 我来到中国的工作 我认识中国的文字 我永远想到中国 我一直想到中国来到中国 我来到中国 是一件新的新的新的经历 不同的我以为我以为 我希望有一个大国,那么大,那么整体,那么整体。 我曾经在北京,在秦阳,看到其他大质物的过程, 现在在山海的展示我第一次的展示是一个很大的经历。 Pour la exposic después se llama Pneuma que quiere decir un respiro, un espíritu Y por primera vez que expongo la nueva instalación Hace con alambre tejido Que se llama Pneuma, que es un mundo del espíritu 我想問問朱鋼館長 哈威爾作為當代的非常著名的藝術家 劉海素美術館是怎樣和他有這樣的合作 體現他的當代性 哈威爾是一個著名的當代藝術家 他出生在波蘭 後來到法國 到意大利 到美國 再回到法國學習 展了 唱作 那麼最後他到了中美洲秘魯 墨西哥 他在墨西哥生活了20年 那麼他在世界各地辦過好多他的雕塑作品展 那麼這一次是他第一次來到中國 也來到上海 來到劉海素美術館 那麼這要感謝我們上海國際藝術節 牽線搭橋 那麼國際藝術節就像一個橋梁一樣 把國外優秀的藝術家帶到了中國 帶到了上海 讓我們有幸看到世界上 這麼優秀的一些作品 接觸到一些優秀的藝術家 此次哈維爾沃爾斯基展覽名字中的 Numa一詞 抑制人類的創造力 通過如陰影 氣流等形式 產生明暗 形狀和運動的變化 展覽中的每一件作品的製作流程 都難言輕鬆 哈維爾用金屬線在畫作和雕塑之間 創造三維空間 換起人們對自然和維度空間的深入思考 哈維爾本人是想通過這樣的展覽 通過你的作品 傳遞一種怎樣的藝術觀念 讓觀者在你的作品當中感受到一些什麼 我選擇這部作品 這部作品 正在想通過中國的工作 因為人們在中國 我認為是很著重的 這部作品 而這部作品 的訓練和解釋的事情 是在中國的文化 中国的作品。这就是一种编程的编程, 在某些真正的编程中, 红色的编程中, 混合着色彩的色彩。 今天我们今天很重的, 有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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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有权,有权 一种选择这样的工作,让我们忘记这些 那朱馆长想问一下您,艺术家所表达的这一切 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当您看到哈维尔作品的时候 您自己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这一次哈维尔带来是有三大系列的作品 一个是金属线制成的章子艺术 另外一个是纹森,它是通过一个纸 用针来一个个小的孔构成一件艺术作品 还有一个是画在大的纸上的作品 那么这三大作品给我的感觉是各不相同 像这个诗做成的作品 你会感觉看到它这个作品 真的是很想它题目当中说的这个七与零 一种空气在流动 然后它一个个钉竖鞭子的小球 它说这是一个像宇宙一样的 像一个个地球一样的在飘动着 我觉得走进去是如幻如梦的 当你接触到这个近距离 接触它的作品的时候 就感觉你特别的美 特别的一种享受 还特别的安静 在金属线编织主题中 艺术家用极细的线丝设计 创造出微妙的空间布局 线网及其影子的投影相互交融影响 迫使观者不断调整关注的焦点 改变对物体的心理感知 轻盈精致的编织结构 与墙面的装置剪影相互辉映 二维与三维的图像得以统一 直至融为一体 金属丝线这一部分 它有无限的可能性 金属丝线这样的手段 在它的手中可以变换出 无穷的维度和空间 形状可以是多样的 然后形状的空间又是无限的 艺术家本人它是怎么解读的 我认为人们在它的原则 永远会想到这种判断的想法 当他生亡 他已经知道它的结果 永远会想到这种判断 看什么会发生之后 这种判断的主要规则也 refresh 我认为它是练习线的 公共产拉重返中 初度, im维织转移转移的 未完之后 没有想到如此 这个轻盈唯美的艺术作品 它还承载着非常厚重的宇宙 这么大的宇宙 那么这个朱馆长 那您觉得如果向我们的艺术爱好者 我们向观众推荐的话 您觉得我们该如何去欣赏这样的作品 我想我们的观众 走进他的艺术家的世界 每个人当他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 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感受 那么在这个刘海树美术馆展厅 它是齐心的展厅 那么在这个展览的 布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好多是艺术家 即兴发挥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就显得十分的生动 有趣 其实这个哈维尔的作品 他说它是极简的 其实也你仔细地去观察 在他的这个所谓的极简的作品当中 其实包含着好多好多的内容 好多好多的他的思想 他的灵感 这些东西 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 他是只要你走近 这他的艺术 我想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在《纹身》系列中 哈维尔·沃尔斯基 用浮渔纸上的细小洞孔 和精巧的雕刻 形成对光的阻隔 展现出一种名人的独特气质 《纹身》系列 也就是说用很多的针 来在这个作品当中 就是刺出很多小小的动望 我不知道哈维尔本人 您是如何解读这样一个作品的 ¿认为那是一种名秀cida的组合作品试图 和其他作品的组合作品 尤其是一种名秀 在展示了在展示範的展示範 開始在1997年,在巴士 開始了這部展示範 用很薄的手工 和一圈的圖片 像是一種的皮膚的皮 有一點的光影 Lo que es interesante es el proceso de hacer, porque tengo impresión que entro en un estado de profunda contemplación hacer este trabajo, y es un estado donde no importa nada, 你会失去世了解的時代 你会失去标志性的特别人 藏在其中的一些因素 也是在影像中的 attach 而是自己的描述 作出了一种学生的程度 是很好的、很具合作的想法 戏剧是城市的溫度 《國際靜安》全程有戲 2016上海靜安 現代戲劇股 接下來您將收看的是 哈維爾通過對時間和空間的思考 形成了個人的藝術語言 和極簡主義美學風格 她的作品多取材於自然界的泥土 燒製後的黏土等 涉及有機學 抽象主義 生物學等多樣主題 那麼還有一個系列的作品 剛才周王長也提到了 就是時間繪製 我們可以看到 你花了四年的時間 畫了這樣的一幅作品 密密麻麻的線條 就是用那麼長的時間 畫一幅作品 我們感覺到 時間在你的身上停留 不知道作者本人 是想傳達怎樣的一種意圖 所以它們的感覺 極度訪多寫 是因為時間繁畫 寫地有錄 寫地有錄 寫的時間 寫地有尊重的寫意圖 寫地有個寫意圖 寫的部分 寫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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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同的设计,各式的设计是各式的不同的方式。 最新的设计是各式的這個效果。 不可以做好呈牌的表現。 como pensamientos de uno, como sentimientos de uno nunca podemos ser perfectos, pero lo intentamos y un poco de esto se trata esta serie vengo de origen científico mi familia se dedicaba durante varias generaciones de padre a hijo a la genética entonces estoy muy abierto a una búsqueda y un análisis de las posibilidades mi forma de pensar es como ver un espectro de posibilidades de cada asunto entonces cuando multiplico el gesto multiplico la forma siento que estoy abriendo este campo muy vasto de posibilidades que es la vida misma 请朱館長给我们推荐一下 他的作品多取材于自然界的泥土 烧制后的黏土等 涉及有机学 抽象主义 生物学等多样主题 哈维尔曾在亚洲多个国家长期驻流创作 其作品先后在墨西哥 波兰 法国 意大利等13个国家展出 在这次展覽当中虽然没有呈现到哈维尔之前的一些作品当中的对其他材料的尝试 我认试与了一部份的力量 是所持有的重点 是我们的力量 我一定要在建築中, 我有很少的事情, 要在建築中, 也很少, 我有很多人所做的 一切, 我有很多人所做的 我也需要的一切, 我有很多事情 就是在某個案上的地方 有一个某些地方 可以改變了它的形狀, 改變了空間。 通常使用了鑰匙, 鑰匙,鑰匙,鑰匙, 是一種鑰匙, 而且它在空間。 但是,在《Pneuma》的展示室, 全是轻软的 质量失去 透明的 颜色混合在材料上 这是我非常新的 那么我相信可能更多的艺术爱好者就在想 哈维尔接下来他不断地对材料进行探索 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种新意呢 如果说拋开你之前所使用过的所有的材料的话 再创造出一种 再使用一种新的材料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种 siempre trabajo como con una idea que me lleva a la otra y este material el alambre tejido ya lo estuve utilizando desde creo que 10 años pero nunca junté un cuerpo de obra tan importante como ahora y veo realmente el potencial y la fuerza de este material viendo toda la exposición lo que más me atrae es el movimiento y la sombra y pienso que próximos trabajos míos voy a estar investigando la luz y la sombra y el movimiento estas tres cosas 最后想请朱管长给我们总结一下 在您看来 宁静 我曾经问过他说墨西哥其实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一个国家 不管是墨西哥民众他可能即使不要钱他也要设品都是一些很开放的那么你的作品怎么显得特别的宁静他说他就是人就有的时候有他的另外一面他也需要休息所以从他的作品当中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家可以得到好多借借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术作品就反映了一个艺术家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精神层面在这个汉威尔的作品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纯净 简约 空灵 好 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朱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好 下次再见 我 欢迎订阅 电影艺术人文频道